结果他在法庭上说 他都跟我处理好了 我还跟他要半年的募件费 我觉得这对一个公务人员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一天开庭我也没有出庭 结果他在法庭上说 他都跟我处理好了 我还跟他要半年的募件费 我觉得这对一个公务人员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就提在意 我只是想要繁衍真相 我的目的只是繁衍真相而已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看我提在意 因为在意几乎都没有成功过 成功的几率不大 所以没有成功我们也觉得OK 因为至少高检他已经同意了我的说法 所以与事实不符 但是因为不符合以恐吓 所以我们就被驳回 感谢观看 这辈子我们也有关好的 所以我们也有关心的 感谢观看